大家好我是小鱼 今天们继续来玩新斗罗大陆 在上一期视频中 小鱼也是召唤到了这一个非常非常强力的角色 就是3S的戴木白 小鱼玩了几天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啊小伯伴 不错不错来到了两个月亮啊小伯伴 战斗力我们看一下能加多少战斗力吧 现在战力是1400万战力啊小伯伴 培养一下 强化骨骼这是加防御力的 我们给它升级级吧 一键升级走一下 OK我们现在总战力来到了3000万啊小伯伴们 中门里面领一下奖励啊 中门福袋看一下 24个钻石还有一个啊 哎又领到了50个钻石 小鱼这边也发一个啊 发一个288的吧 来领一下哎领到了56不错哟 来吧今天小鱼来挑战一下传灵塔啊 这个传灵塔目前我们只能挑战万联魂兽区 10万联魂兽区的话要4000万战斗力以上啊小伯伴 看一下万联魂兽区 哎这边有一个队伍我们加入一下啊 开始开始开始 我面对的是有一只手你啊小伯伴 现在把前哲这些小罗罗先给他干掉 前面的几个小怪都挺简单的啊 最难的就是后面这一只boss 应该是4000多万的boss吧对 应该也不是特别的难打 深海魔精哇也是相当简单嘛小伯伴 对不对 弹幕白这个伤害确实是挺高的啊小伯伴 不过我们挂掉了两个角色 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过关啊 这个伤害确实确实厉害啊小伯伴 来把星星领取一下啊 传领塔是每天避过的一个副本啊小伯伴 领奖励的话啊小鱼一般都是双倍领取啊 这点钻石还是必须要花的对 再来一次啊我们再来一次看一下还有没有 哎又是刚刚这个战队啊小伯伴 哎我们的队长也是考虑到小鱼的战斗力啊 把小鱼排在了二号位 二号位就比较轻松点啊 二号位并没有首领 仍然是独孤伯一个技能的是啊小伯伴 这个戴木白太强了小伯伴 听说国庆节会再出一个3S英雄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 有很多小伴说是出马红俊 然后还有小伴说是出猪竹青啊 不管哪一个英雄应该出来都是会大受欢迎的 对因为这个3S英雄确实太强了小伴 OK我们轻松解决了啊 把星星再领一下 来继续双倍凝拳 每天只能打两次啊 今天的已经打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传宁商店 这里可以领到30个碎片啊 小伴们 看一下小鱼每天都在买这个剧长黑虎的碎片啊 OK我们刚才获得的碎片 应该可以给我们的魂灵升星啊 这只魂灵也是免费送的啊 升下星吧 魂灵图鉴 这边可以激活一个属性啊 小伴们 黑爪猪牙 看一下今天的运气如何 来吧来吧金色信物来吧 不会吧 哎来了啊 最后一个 OK 到了下一层啊 小伴们 哎这边又可以领到20个信物啊 小伴们 非常nice啊 我们又可以继续翻啊 来吧来吧 金色信物 哇这层的奖励 真的是相当不错啊 小伴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层的奖励啊 哎这边又可以领到一个SS家的碎片包啊 小伴们 拧取一下 继续翻牌 还有13个 好吧没有了啊 我们又可以领到50个碎片 感觉越到下面奖励的东西越好啊 小伴们 这边有4根多一半香肠啊 我们来给它开一下 看一下能开到多少钻石啊 小伴们 来 哇1400个钻石 不错不错不错 真香啊 本周的魂兽森林还没有打 挑战一下巨兽失恋 最后一个boss 3600万的泰坦巨猿 来吧 我们挑战一下啊 3600万应该是不足为去啊 哎 这个boss还有点难打 小伴们 这个弹幕板非常的肉的啊 小伴们 它有很多的护盾 对 OK 成功击杀 获得了10个泰坦巨猿的碎片包 然后上面还有宝下 来看一下 每个礼拜的巨兽失恋 一定要完成啊 小伴们 这面奖励实在是太好了呀 OK 接下来来挑战一下 潮兽来袭 打下这只束腰啊 小伴们 也是非常难打的一个boss 来吧 开启挑战 这里的话 小伴就不操作了 除了戴幕白的话 另外三个英雄 肯定是扛不住伤害的 一副琵琶走琴弦 我坐戏子楼台前 怎将情话的心间 百发亭中戏百年 情风浮动容颜 如花残疾小人殿 怎让花中美 可我咬他这个东西 缠了我很久啊 小伴们 少打了很多伤害 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的伤害 打了441亿伤害啊 小伴们 对于小鱼来说 还是比较高的 看一下目标奖励你一下 最后我们来挑战一下 今天的武魂争霸 今天的对手是 37级的浩天锤 来吧 攻击一下 现在小鱼应该是可以打很高的伤害了 对 以前打小鱼打这个打的伤害是非常的低的呀 自从这个弹幕白出来之后 小鱼打这些东西 伤害有了一个非的提升啊 小伴们 OK 最后我们是砍下了5000多亿伤害啊 小伴们 这是小鱼历史最高的一次了吧 剩余的咱们扫当一下 OK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结束啊 感谢大家观看我小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